這一刻聯儲局的想法是想知道經濟狀況是怎樣 方緩就是方緩 先搞了通脹 怎樣去搞通脹是用一個手段 甚至是用加息的補法 令到經濟陷入衰退 陷入衰退便自然會控制到通脹 滯脹的過程固然會有 但始終最終在最後 當你滯脹完之後下一步 就是通脹會見頂會落 所以聯儲局這一刻 不會想到股市為主 所以暫時來說 大家最關注其實都是股市去哪裏 如果股市短線來說 可能有機會技術反彈 但就是逢高減刺 暫時來說 這一刻去估讀美股見底 就不是時候轉 你一定要經歷了一些控方性炮收 全世界都確認不成功了 那些位置才開始有得想 Arnold 都很一致 這幾個星期都是繼續說 對美股的看法都是偏淡 上星期道指其實就穿了3萬點 就見了二字頭 是2021年1月以來的第一次 技術走勢上 我們用道指1月的高位去計算 當時就36,952點 如果計算一個跌兩成 即是29,561點 上星期五的低位 其實就29,653點 距離剛才說的紅市的分界線 就差94點而已 你覺得跌穿這個水平的機會 短期內大不大 或者這樣說 你覺得跌到什麼位置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我印象這幾個星期都是這樣說的 即是美股我們不要只看一個指數 是 以前可能看三大指數 納指、S&P 或者道指 這三大指數很重要 其實近兩三年 多了人還看諾蘇斯 才反映到一些細價股 或者整個美股整體的狀況 四個指數裡面 只有道指 還未陷入技術性空市 它否陷入技術性空市 我意義不打 因為就是預計了遲早會進 所以你問會不會跌穿那些位置 我又會反過來問 為什麼你會覺得不穿 但問題就是跌穿之後 這樣又怎樣 其實就 美股四個指數 三個 或者有一個納指 在沃蘇局勢那段時間 一早陷入技術性空市 即是那些位置你去看淡 有一定直播率在 這些位置再看淡 都會有直播率在 即是簡單來說 你硬好像賭大勢 這一刻就賣跌 贏面是相對地比較高的 因為那些狀況 我們就是講 未經歷過一個恐慌性炮羞 但你剛剛好像港股狀況 三月突然經歷一些恐慌性炮羞 當時 每個人都看得很淡很淡 覺得生無可戀 那些狀況你開始走去看淡的時候 就很危險 可以夾得很厲害 所以短線都會有機會被人夾 但問題是不會夾得多 你可以看到在行一個 很明顯的浪低於浪的格局 譬如道指這樣計算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以三月中的低位 作為一個開淡倉的位置 駁它反彈到的位置 你就是開淡倉 短線再駁它有一層紅狂性炮羞 但如果你在這些位置開淡倉 那你就駁它短線彈到的位置 你也要承擔到風險 你要明白就是 這一刻就跌下來 那些東西很明顯 我剛剛說的東西 都不是今天才發現 主要的問題就是在三月份 聯署局的議息會議開完之後 就是得出這個結果 只不過就是因為當時 議息會議的時候沒有下跌 市場仍然在消化 所以這些位置就是走一個下跌 但走了一段都三個星期的時間 指數只是短短三個星期下跌了一息 夾回3-4%左右 很合理的 所以暫時說在策略上 如果你去看探美股的話 OK的 我不會阻止大家 但是就 預算要被人夾先 問題就是始終跌得多 所以我覺得 我會建議有課的 後高一點去減肆 或者做回對沖 短線就 這些位置 其實你見美股的分析員 或者大部分評論都是 磁型保態 但是前提你要有利潤在手 那美股的分析員 講詞型保態是合理的 因為美股走了十三年的牛市 是 照計上你沒有理由 如果你一直又玩開股票 到這一刻 你想想ARKK成立以來 到現在都還在賺錢 不過只不過它在高位 跌了很多下來的原因 那個道理就會類似是這樣 所以這一刻你可以做對沖 是其中一個想法 但你突然覺得 美股是一個很好的投資時機 我覺得就分明是錯的 如果你純粹在股票市場上 簡單一點 就像以前那樣說 買股票目的是什麼 為了賺錢的話 那就看淡 萬一被人夾的時候 我一天不止蝕 我一天 你不是做一些很大的槓桿 你不是用期貨這樣計算 就算你用SQQQ 這類型的三倍 沒有搞 閉上眼 然後被人夾30-40% 就沒事 美股只要一天 還是有經濟衰退的風險 你一天也有機會贏 那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短線來說 美股上 我覺得這些位置 的確有機會 彈夾3-4%左右 所以你在說 如果你要做槓桿 像SQQ那些 做定心理準備 可能一成 沒有3-40%那麼誇張 但是你在說 方向上 記住我仍然是向下 好